泰國鴨鴨的味道 就是實質好很多 豬肉味和肉汁慢慢出來有一點鹹和甜 這個鴨鴨我吃過剛才那種很多很多 其實汁味是豉拉菜 不要忘記豉拉菜 因為它比普通的汁再酸一點和甜味 就是因為加了少許豉拉菜 挺特別的 原來是要這樣吃的 大家記住 它們不是那些雞蛋 加豉油加胡椒粉 加點多士吃 所以我就以為是點多士 你剛才還說沒有的 所以我現在要點多士 不夾 又是我泰國小苑 鴨泰 我們一早八點就在舊城區 我們要拍這個曼谷的早餐特集 是啊 我們第一間來的地方叫形太記 為什麼我們來這裡呢? 因為… 我是不是要說真話? 是啊 因為我們本來是打算去吃姐廢的 是啊 但是姐廢今天不開啊 是啊 它開了門 它又關門 因為呢 那些工人呢 最初就是說姐廢今天不舒服 所以就關門 然後呢 說說說說說說說 又說不是姐廢不舒服 是她的助手或者她的義處 就是準備食材的位置不舒服 所以就不開 叫我們明天再來 對了 所以我們呢 迫於無奈就找附近有什麼東西吃 就找這間 型太記 是一個泰國的早餐店來的 我也沒有做資料搜集之下 不過看到附近說很出名 就來試試吧 剛好我們也是要吃早餐的 對了 我已經很餓了 別說了 我們馬上出發 看看有什麼東西吃 Let's go 終於有飲料了 很累啊 會不會我累一點啊 辛苦你了 一早六點鐘後來排隊借閉 誰知道沒有開 有心情低落啊 鼓起精神 正能釀 正能釀 我本來正能釀 那至於為什麼我們來這間店 第一 因為是陳姐白 對 走過來四五分鐘便到了 對 第二 它歷史悠久的泰國早餐店 其實是由華人來開的 1952年開的 至今是多少年 70年 70年 但是呢 它最有名的 一會兒我們看到的早餐 原來其實不是有泰國原來的 是由越南傳進來的 剛才我看到 越式早餐 對 但其實這裡呢 有另外一件東西出名 就是這些杯仔咖啡 好像可以再免費review 不是 有那些茶 Chinese tea 哦 就是一杯茶 一杯咖啡 不過可惜我不喝咖啡 軟泰都不喝咖啡 所以我們叫了一杯 柯華田和泰茶 對 這裡是Signature的奶茶 有港式奶茶的感覺 這麼棒 你試一下 有很多水冰嗎 有很多水冰 像紅大媽珍珠奶茶 不是港式奶茶嗎 港式奶茶我覺得不太像 比較甜和奶板茶味少一點的 茶味少 因為港式奶茶茶味是濃的 但它完全不是太式奶茶的味道 試一下這個柯華田 我覺得麥當勞的柯華田會比較好 因為它的柯華甜味不太濃 但很濃的奶味和甜味 很甜 超甜 這個 我打算在泰國吃早餐 一定要喝到柯華田 你試一下 嘩 不要喝這個柯華田 黃水柯華田 對 這是我喝的暫時為止 在泰國最難喝的柯華田 真的 對不起 因為我們不喝咖啡 所以叫了奶茶 另一杯酒喝想要其他 打算叫朱古力 而且我就說不如喝柯華田 泰國的柯華田不應該好喝 對 泰國的柯華田真的好喝 但這個就 有食物了 我們第一點叫了這個 就是這個 色力牆的蛋蛋 肉碎 臘腸 齊吉他 齊吉他 鍋蛋 即是一隻蛋煎肉碎 臘腸 炸肉 那些東西一兜過 你可以說得這麼吸引嗎 你可以介紹比較吸引嗎 例如說 這個是由越南傳過來的早餐 你說 好 這個是越南傳過來的早餐 齊吉他 除了蛋之外 就是有窄肉 臘腸 還有很不受歡迎的青豆 那你這樣說很吸引嗎 是啊 很不受歡迎 還不是說和我們同樣的東西 有些窄肉 肉碎 我再說一次 這個就是越南傳過來的 吃東西了好嗎 裡面全部都是肉肉肉肉 就是我這些吃肉獸就最喜歡了 這樣一盤其實它的賣相是挺漂亮 不過不知道好不好吃呢 好不好吃 好不好吃 有沒有特別 肉碎好吃 因為肉碎它混過醬料來炒 然後加上蛋是挺好吃的 不過臘腸就一般 蠟腸一般 蠟腸一般 很假的 蠟腸的味道 這麼甜 蠟腸 本來蠟腸已經是甜 比普通的蠟腸更甜 蠟腸更加甜 蠟肉切得很薄 沒什麼味道 吃不到蠟肉的味道 我知道自己在吃一塊肉 但是我不知道自己在吃一塊 什麼味道的蠟肉 很普通 是肉碎拌蛋最好吃 認同 這個好像越南發包的物體 夾著蠟肉和蠟腸 嘗試一下 是乾脆身的發包 不是外脆內軟的 不是整塊都是脆的 直接撈損了我上火 但是中間夾著蠟肉和蠟腸 我覺得有點怪怪 我吃完顛覆了 我對泰國蠟腸的認知 因為我一向覺得泰國蠟腸很好吃 如果第一次吃泰國蠟腸 會覺得泰國蠟腸一般 很怪 又沒有肉味 只有甜味 因為它烤得不夠香 因為我們平常吃的 會烤得脆身一點 是很香的 不是烤得很脆的 所以我一般 試試這個湯 不是湯來的 烤冬 厲害 我記得的 這些食物的泰文 我都記入了 是嗎 那這個是什麼 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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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吹我 什麼 你令我緊張 我為什麼不懂啞 啞 嘩 它的飯好像漿糊 平常我們吃的烤冬 外面是類似潮州粥 粒粒粒分明的 但是這個飯 比較難 是粒粒粒的 好像爛飯粥 那樣 所以一般的飯粒 湯都沒有什麼味 很激烈的味 這個我選擇 為潮州粥 很普通的味道 一般 水準以下 因為我這個是有丸 有鹹 但是它完全沒有這些味道 上次我們在米芝蓮粥店吃的 好吃 我也覺得是 總結 這間的味道就是一般悶 正義常常的 但是 不算這個粥 這個煎蛋 還有那些杯仔咖啡 整件事 打卡是挺漂亮 挺古早味 挺有氣氛的 對 我覺得可能來這裡 就是試一下泰式的早餐 是怎樣 然後吃過情懷 吃過古早味 還有吃過裝修的環境 都可以 味道就其他 所以我們就試過一次就算了 對 終於吃到泰式的早餐 好 下一間見 我們難得來到這個大千秋的舊城區呢 那我們不如做一個舊城區的泰式早餐特集 一來到泰國 很多人都會來這個安樂園吃的 是啊 記不記得我們上次買芒果糯米飯的時候 坐嘟嘟的那個 嘟嘟司機也有介紹這間很出名 而且安樂園也開過更久 比剛才這間迎泰機 差不多90年了 89年了 89年啊 1933年 這個差不多八年的老店 我也是對這些八年的老店 有這個情義結 所以也是很期待 因為它開了這麼久 一定是有些東西的 是啊 所以我們現在就走十分鐘的路程 順便消發一下 不要太多 我們立刻出發 待會見 Go 好 OK 有東西吃了 好熱啊 喝了一口奶茶 嗯 這道奶茶都是偏走向清淡的路線 真的嗎 所以我都會覺得茶道沒有好喝一點 你覺得不覺得茶不太太好吃 是啊 它沒有了那種泰式的香味道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喝過來泰國必喝的紅藥水 紅藥水 梳打 什麼紅藥水 很好喝的 它的味道真的好像吃藥的藥水 一點都不像 是啊 很熟悉的感覺 九龍冰室 是啊 可能它就是這樣 裝飾沒那麼漂亮 所以價錢也大重化一點點 我們先吃這個 這個是貪心的小院 叫這個色靈場 就是這個 雞蛋 with four ingredients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要點這個 這個 超普通的 它推薦的 這個是很普通的 西式早餐 來到這裡應該是試這個 滑蛋的味道 我想試蠟腸 這裡的蠟腸看起來 比剛才那間更好 因為它是烤過的 泰國蠟腸的味道 就是它是 實質好很多 有豬肉味 慢慢出來 有一點鹹和甜 這個蠟腸好吃 比剛才那間很多很多 是真的泰國蠟腸的味道 是不是 它有烤過 腸仔就是腸仔 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 如果吃這些便宜的腸仔 真的沒有廚師腸那麼好吃 就是我們小時候吃的廚師腸 不是我們現在很鹹的豬 火腿呢 火腿就是火腿的味道 我猜 是不是 是啊 我們的習近平常常 一個挺好吃的西式早餐 但是 但是 一加了蠟腸就有泰式的感覺 對 整件事都太曬 對 還有如果你還沒吃過泰式蠟腸 我建議可以吃這個 因為這是好吃的泰式蠟腸 不過泰式蠟腸大家要心理準備偏偏 不能吃下去 是為何自然的 哦 哦 什麼 知道嗎 哦 好 好 剛才老闆等一走過來 可能見到我們倆傻傻傻 一看一看一看 不懂得吃 今天教我們 先把茄汁 士拉菜 豉油 美極的豉油 拌勻 拌勻 再點這個叫做 白色多士 不是甜色的 對 我剛才都以為是甜色的 老闆親手混合就先試了 對 應該那個比例是剛剛好的 剛才是混合的 什麼 什麼 什麼不夠鹹 還好 一定要加豉飯湯 但你千萬不要想像西多南 那種味道 完全不是那回事 它是很多泰國式的煎蛋 再加上裡面夾了一塊很煙韌的白麵包 它不是夾一塊 是一粒粒麵包粒 而且上面煎的蛋 你看看 而且它的蛋應該是半煎炸 很香 所以為什麼這麼配 因為它是煎蛋 點這個 茄汁 還有這個 美極 茄汁美極士拉菜 不要忘記了 茄汁 因為它比普通汁再酸一點 還有一點甜味 就是因為我加了一點茄汁 它挺特別的 原來是要這樣吃的 大家記住 好 接著我們吃這個雞蛋 為什麼你特地點這個雞蛋 我想吃 其實我最初以為是點麵包 接著吃完麵包之後 沒有雞蛋 我馬上叫它後加過 因為我打算是這些雞蛋點麵包 才好吃 但是這個蛋黃是 實的 對啊 它的蛋黃是實的 但是它外面的蛋汁 是啫喱的 對 是生的 可以做到這樣的嗎 通常外面是這麼生的 裡面的蛋黃也是生的 好吃 真的 因為它有泰國的美極 因為我要再說一次 泰國的美極 真的很好吃 加了泰國的美極 是挺好吃的 但是有沒有胡椒粉 有啊 加少許胡椒粉 我覺得會好一點 嗯 是挺好吃的 雖然它的蛋 雖然是實一點 但是它吃下去 都很creamy 很甘香 它的蛋黃是滑的 對啊 為什麼 剛剛變成固體 好像形膠的質地 味道就是 溫泉蛋加美極的味道 但是它的質感煮得很好 但是這個是泰式的吃法 馬來西亞人都是這樣 東南亞的吃法 對 它們不是那些雞蛋 加豉油 加胡椒粉 加點那些多士吃 對 所以我就以為是點多士 你剛才還說 沒有的 所以現在要點多士 不夾 不夾 不好意思 難怪它們不是一隻 不夾 這個多士 是有咬口和煙韌的多士 它是蒸麵包 不是烤麵包 它不是烤麵包 好 接著我們就嘗嘗這個 蒸麵包點這個 什麼醬 說了十次了 我想給你說話 告訴觀眾 我當然知道 你以為我忘記嗎 好甜 但是好薑椰 好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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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椰子的精華 做完食的椰味 不是我們平常吃的 斑蘭醬的味道 我第一次吃的橙色味道 椰子 椰子 超香椰味 合上眼 都看到很多椰子 除了是甜一點 之外 可以說是毫無破綻 有 有 我們不要吃太硬的麵包 麵包是硬 很硬 有咬口 真的不是入口 很鬆 很軟 但是很軟 我覺得泰國大部分的麵包 都是這樣的 可能他們喜歡吃這些 煙硬的 chooey 質地的麵包 你才說chooey chooey 我覺得chooey 和chooey 總結 遇到兩間給我選 只給這兩間 我會選這間 因為這間有特色一點 它的食物 第一 價錢合理 第二 懷舊的氣息 老闆的熱情推介 和人情味 對呀 而且這個french toast 簡直是很文化 因為其實如果它沒有走過來 這樣的話 我想我會就這樣吃 或者極其量蘸些茄汁吃 是啊 這個是french toast 臘腸都推介 價錢都可以試一下 如果你吃得甜的話 對呀 但它真的很噁心 可惜就是 奶茶 我喜歡手錶牌 茶凸我多一點 但這個汽水 你可以試一下 如果你喜歡喝這些 如果有興趣 試一下泰式的早餐 這裡挺值得的 對呀 古早味的早餐 推介 好了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這個 突如其來的早餐特集 突如其來的早餐特集 我覺得很好吃 對呀 就完結了 如果有其他泰國特色的早餐 或者其他店舖都可以推介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對呀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按讚和訂閱 按下方的鈴鐺 下次再看 我們看看 全泰國的小丸 為甚麼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如果各位有興趣關注小丸在泰國的生活 記住記住 CLSS 還有還有 可以繼續follow我們的IG和Facebook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